我刚听小清宗跟方舟说到三十岁 我觉得你们蛮积极的 成名得早 三十岁也这样 你没想过三十岁的自杀要死掉吗 我那一辈的人好多人都是这样 我跟我太太就是 那时候男女朋友都约定了 我们二十四岁开始交往 我们都说活到三十岁太老了 我们三十岁那一年准备自杀 还想了各种的自杀的方法 当然说起来非常负面 那我也没死 因为结果慢慢到了 然后到二十九岁 还真的准备了 准备了 还该买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烧炭 炭也买了一大包在那边 刀什么药都买 结果那时候生命很好玩的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太太怀孕了 可能为了准备 既然都要快死了 赶快增持时间 每天晚上就有快乐 我以为是另一个女的怀孕 我太太怀孕 那我怀孕了 那就好吧 那三十岁那一年我就当了父亲 那整个生命就不一样了 觉得你干嘛要死呢 为什么呢 当你有了小孩 你就觉得你的生命有存在的意义 你的青春延续上来 你所有的希望 所有的生命的 你小孩替你重新活过来 那你更没必要活着了 可是我又先把小孩养大 那是麻烦 你这个不是玩笑 这个轻生死啊 往往真是发生在年轻 就是我看网上有过一个调查 跟踪调查 十八岁的时候 调查好多这个高征生 都是说我要活到三十岁 我要自杀 然后就是这么多年 后来又随访 再看他们 就没一个还死的 就全活着呢 那理由不同 那么有你说的这个理由 还有的人就是说 是到三十岁 我是觉得人生 是没什么意思 但是呢 我想再等一等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